接下来看看中国大陆的角色 在各种的合纵连横里头 跟印度的关系却产生了蛮大的紧张 为了要平衡中印外交 孟加拉总理即将访中 那其中要签订的70亿美元的贷款 就受到很大的关注 从7月8号到11号即将访中这件事情 看到的其中一个关键叫做货币交易 有可能讨论用孟加拉币 跟人民币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双方就相关备忘录正在进行磋商 由于中国跟孟加拉的影响力在扩大 让印度感到的担忧 让印度甚至重新评估 要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 要更紧张跟评估小心了 因为在孟加拉国内出现了一些反应的声浪 这些抗议或者是图海报出现 就是要所谓印度滚蛋 像这样子的画面出现 包括商品 包括印度的运动产品 甚至各种的赛事都一样 社群上的这种反应的声浪 出现了越来越多 专家分析因为包括现在孟加拉 有1.1的人口 购买力又不断增长 却因为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中国投资也越多 尤其是中国对外资投资的友好 有利可图的可能性 让中印走得 跟孟加拉走得越来越近 但相对跟印度却关系 非常的紧张 所以中国解放军还在5月份 准备到了孟加拉首次展开过 金色友谊2024的陆军联合军演 更展示双方不只是在经济上合作 在军事上也会联合演习 那印度紧张啦 所以印孟加拉总理哈希纳访终之前 莫迪还抢先跟他在6月22号 一起签署一份扩大合作协议的各种 包括国防关系这些联合训练 希望能够建立互相再拉拢孟加拉 跟他们的关系 但中印边境的紧张却是越来越多的演习事件 或者是边境的冲突 例如这一起是印度的坦克 在跟中国接壤的这个地区 渡河其实应该是个军事训练的演习的 却发生了意外事件 发生在拉达克地区这边的位置 中国跟印度实际控制线的附近 突然有一辆坦克不幸的 因为被说算是因为大雨天后不佳 让他们在渡河的时候不幸被大水给淹没 造成了5名士兵的死亡 但是的确双方在各种的开通直航 拒绝的这种条件 边境不愿意退让 实在是蛮紧张的 中印关系紧张之后 印度的总理莫迪 原本下个礼拜三 要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合会 却突然表示 将会派其他人 由外长苏杰森率领参加 所以莫迪自己不去了 印度的斯坦时报只是报道 他不会出席峰会 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 中印关系实在太紧张了 不过当然也可能 他来自于自己国内的状况不断 自顾不暇 例如连续三天已经三起了 印度的机场建物各种的坍塌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实在是很惊恐 这是机场 印度的国门 新德里机场28号遭到狂风 强降雨 直接像降湖的一样 整个全部塌下来 垮下来 航下的屋顶梁柱坍塌 造成了一死八伤 这是不可思议的画面 29号印度西部也一样 有传出了类似的意外 出现刚刚启用的机场顶棚 大雨居然太下太大 直接倾泻的情况之下 就整个倒塌了 所以才启用三个月的机场 就发生倒塌 在中部也有类似的情况 连续三天的三起 对于重大的交通建设来讲 国内的这些公式公法 到底有没有受到很安全 或者是合乎国际规范的标准 连政府机关也受到很大的挑战 亮哥看到中印关系的紧张 跟孟加拉之间的多边关系 这个印度 印度也是一个奇葩 因为他周边所有国家的关系 都非常不好 这个大概全世界就只有这么一个国家 你看他跟巴基斯坦 跟斯里兰卡 跟尼泊尔 跟中国 关系都非常不好 那本来他是可以跟孟加拉比较好的 因为孟加拉当初是东巴基斯坦 那独立的过程当中 印度有帮忙的 那结果后来关系还是不好 这个我觉得就要怪印度自己 就是他就是 对他的周边国家都非常的骄傲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事实上他们本来就不同教 一个是穆斯林 一个是印度教为主 那这个后来孟加拉 因为这个国家很穷 那你也知道缅甸那边 不是有罗新亚的 难民被缅甸赶出来 那赶到孟加拉 那事实上他们也本来 就是从孟加拉过去的 那光是这样的人就有120万 那孟加拉就觉得他的压力很大 那孟加拉也有一堆难民跑去印度 那结果印度把他们赶回来 而且印度还用铁丝网封锁边境 不让孟加拉那些人过去 那事实上因为当初印度 那个国界的划分 我坦白讲 就是加尔格达跟孟加拉 就是连在一起了 所以很多人事实上 生活圈就是在一起的 那现在你变成两个国家 所以他对那边的国境的执行就越来越严 那当然因为孟加拉很穷 孟加拉现在人均只有2800块 而且那个地方大概是 全世界最容易有水灾的地方 下雨都非常大等等 那后来去帮他忙的就是中国 就中国去帮他盖马路 盖水利建设 盖机场 就都是基建 那奇怪为什么不是印度 所以所以我说 他周边国家很多关系 都是这样搞砸的 斯里兰卡也是 斯里兰卡那个最大那个港口 就是中国去做担保的 那现在把它重建起来这样 事实上那个宗教都不一样 斯里兰卡是佛教 那孟加拉跟那个巴西斯坦 都是穆斯林 可是我就 印度自己什么教都有 可是他却没有办法 把周边的关系弄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就是长期累积的情绪 所以也没有说严重到 说什么孟加拉会来帮中国打印度 也没有到那个程度 可是就是你可以看到 常常会有这类的事件 就是他就是去办访中国 然后你看 我认为这个本币互换应该是确定了 那本币互换之后 那中国大陆当然对孟加拉影响就更大 而且这个地方中国 要去跟他发展关系还真的有必要 因为他的人口高到1.7亿 所以 坦白说也是一个崛起中的消费国家 就是说他如果好好发展 那未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就是这样 而且中国大陆有很多仿制业 也是移到孟加拉 还有巴基斯坦 这也是事实 所以我是觉得 那印度这个国家 跟周边的国家要改进 我认为就是也坏不到多坏 可是就是跑不了 所以你说上和会 上和对印度来讲 本来诱因就很低 因为那个地方是 我们讲是欧亚联盟 可是是以中亚 俄罗斯跟中国为主 所以坦白讲跟印度实在是沾不上边 说实在 有点远 当然你如果印度 透过阿富汗 可以沾上边 可是印度又没有努力 在经营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不去 是可以理解 因为他 你知道他这是选举大败 那很多穷人都改投给反对党 所以我觉得他留在印度 也是合理 你要先稳住国内为优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华关系被说紧张吗 所以至于连莫迪 本来要参加的上海上和会 都不参加了 这个如果说莫迪去的话 大概会见到习近平 然后会见到巴基斯坦总统 他可能也不想面对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 但整体来讲 印度政府是没有提供 任何的理由说为什么不去 但他比较像 算是一个拿得出台面的理由 是说因为他的国会正在开会 那因为印度是内阁制 所以他必须要在国会进行寻达 所以他没有办法离开 不过整体来讲 其实去年印度就出现 这个有趣的事情 因为去年印度是上海组织的 这个东道组 但是去年的上海组织的峰会 它居然是线上的召开 当时其实大家就有很多揣测说 为什么印度会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 整个上海组织现在呢 伊朗进来了 白俄罗斯进来了 所以整个上海组织变得越来越好像是跟美国打对台的 那印度呢 虽然他强调的是不结盟 可是整体来讲印度现在 但就客观事实来说 印度现在是所谓的这个四方会谈的成员国之一 他等于是美国在这个南亚最亲密的伙伴国家 所以他要怎么办 所以他当然就要变成要面临一个选择了 那第二个当然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这一次的东道组 上海组织中道组是哈萨克 哈萨克过去是前苏联的成员国 但现在呢 他在这个在整个这个地缘政治上的选择上 他亲中国大陆更多于亲俄罗斯 因为他很担心 普丁会重新想要把这些旧的前苏联的成员国 统统都并入他的领土 所以他需要中国大陆加码来维持他的独立 所以呢 本来印度在这个上海组织里头 他最可靠的伙伴是俄罗斯 结果他现在要这个举办的东道组的国家 是一个跟中国大陆比较亲 跟俄罗斯比较远的国家 所以这两个原因 我觉得加起来就使得他觉得说 那他还是不去好 所以一个是跟美国的关系 一个是跟在 一个是跟俄罗斯的关系 这两个其实我认为是他考虑的最重要因素 但这也就反映出印度的一个困难之处 因为本来上海组织是反恐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而印度他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困扰里头 很核心的就是恐怖主义的攻击 尤其是在莫迪本人 他对穆斯林的政策 很多人认为他比较敌视穆斯林的情况下 他要怎么去应对恐怖主义攻击 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但他可能现在呢 他没有余力地考虑这个问题 他可能要先摆平 来自他的 不管是他党内内部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或者是他反对党的不同的声音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他对外的行动 说起下马上回来 中印关系虽然是有冲突 不过目前为止只是在紧张的关系里 还没有办法 还不会有真的大的冲突发生吗 其实真的他们要两个国家 发生大的冲突很难 虽然说我们看到 最近有新闻 印度的这个战车演习 居然可以开到河里面 也被水给冲走 感觉好像印度在实施备战 刻刻准备要跟中国大陆 可能是不是要完真的 但其实这两个国家 在这个地球上来讲 他有一个非常 非常吊诡的一个恐怖平衡 怎么说呢 我们大家刚刚前面 那个佐老师 也都讲到 印度其实地势非常平坦 但也因为如此 印度他需要这个雨量 需要的用水 因为他全国也大概14亿人多 他现在人口是全球最低大的 那他的水从哪里来 他的水龙头都从喜马拉雅山上下来 而且水龙头的开关 就等于在北京的手里 所以对于清德里来讲 他要能够有足够的水 来供养这14亿人的话 其实还要看北京脸色 但你说北京就因此 掌握战略高地 然后可以对印度去求吗 也没有 为什么今天中国大陆 要搞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维持它的海上石油 生命性的安全 今天这个地球上最能够把 这个中国大陆海上石油生命线 在中间用剪刀一咔嚓两段的 就是印度 所以双方其实等于说 有点像是各自能够掌握好 对方的这样的死穴 也就是说只要我动 我关了你的水上头 你就一定把屋毁灭 一定毁灭 我剪了你的海上石油生命线 你也玩不下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印度